在你后面太难接了 太难接 我到这懵了 我太难接了 太炸了 下一位演员 也大家应该看过上一季 都很熟悉 但是他在突围赛呢 稍微有一点小变化 他就是不太想再做 上一季的那个人了 他不想再做车间的一枝花了 让我们有请赵小慧 我告诉他了 我非常骄傲地告诉他 我把你最喜欢的 陈小敬淘汰了 我妈说凭什么 你能淘汰陈小敬 挺运气 明星嘛 都没什么文化的 因为我妈太喜欢他了 我就是让他 看一下他的亲生女儿 是怎么淘汰掉 他喜欢的你演员 上一次 近几近的非常不光彩 我就想好好写 这一次好好整一下 婚姻 我怎么看待婚姻 我不懂婚姻 我不行 因为我选的时候 剩下那两个主题 我数了数 我已经能数出六个晋级的了 我那组还不够六个呢 我就想我先填在这 我感觉婚姻已经放弃我了 那我也放弃他吧 婚姻再不突破不行了 就讲来讲去 还是这些玩意那不行了 然后写着写着就发现 确实是有野心也不行 你得有能力 现在就是 我已经坦然地接受了 不太行的字 好好整一下 怎么回事 我现在一点优势都没有 我这期还有一个优势 腿长 这次没穿那个工装裤 当你突然想把这边先扔了的时候 可能观众就有点蒙 所以还挺危险 感觉就算被淘汰了 我也知足了 最起码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不是来找对象的 但是我也想聊聊 我的这个择偶标准 我要跟一个人结婚之前 就一定要跟他看一场演唱会 一定要看一场演唱会 前一段时间 我去看了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 我好不容易买了一张第二排的票 我就觉得我就要拥有五月天了 结果去了一看 第一排那个大哥有一米九 一整晚都不好玩在那看 拿一个手机在那里拍拍拍 我跟你们说 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体验一下 第一排的演唱会 视角真的非常好 这是我看了一晚上 大哥手机发现的 而且本来啊 那个大哥只能挡住一个人 但是他好死不死地 烫了个头 一下挡住三个人 我那天晚上就一个想法 我那天晚上就一个想法 得亏五月天 有五个人 大哥还带自己老婆去的 他一晚上在那拍演唱会 老婆拍他拍演唱会 一边拍还一边撒娇呢 哎呀 亲爱的 你这个头一千块钱烫的可真好看呀 我想那就对了 我这张票一千六 有一千就是看这颗头 剩下六百 我就看了个二月天 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有人跟我求婚 千万不要在演唱会求婚 真的 你说我听 你说还是听他唱呀 你要不爱听 上后面站着去 别影响我听 你一个人耽误两分钟 全场几万人 我感觉我这辈子的演唱会 都被你耽误了 而且就那种场合 我真的很难说服我自己 说我最喜欢的人 是你 就工作了以后 我都开始相亲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汽车行业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这几年不太景气 就我们这种技术员 也有销售压力 我每次去相亲 第一句话就问 你有车吗 他说没有 我说太好了 给你介绍这款产品 他说我领导都不相信 就是我相亲的时候 还这么敬业 因为我领导在婚姻中 没有体会过那种 被欺骗的感觉 在我这儿体会到 就以前吧 我兼职做脱口秀 他们都不知道 我就是开会的时候 偷偷写段子 太刺激了 后来他知道了 就找我谈话 他跟我说 你这个脱口秀 多久了 我说两年多吧 他说两年多 就是全公司都在搞 新车项目的时候 你在搞脱口秀 我说领导 我这个脱口秀 只是玩玩而已 我心里只有咱们公司 他说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面试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种人 说完要看我上个月的 业绩考核表 我当时就生气了 我说你不相信我 一份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互相信任 你这种行为 已经打破了这种信任 而且我觉得 他有点不懂事了 我不过是犯了一个 所有普通员工 都可能犯的错误 找了个兼职嘛 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当时很生气 我就像个渣男一样 跟他说我累了 什么不给东呀 他刚才对炸了 我说你冷静一下 咱俩再聊 从那以后 我就明显感觉到 他对我起了戒心 就首先他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他旁边 就方便每天监督我 然后那个工位吧 他上面挂了一个牌子 写了几个字 叫公司不养闲人 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用那个隔板 把工位都隔开了 然后我领导 每天在那里 假装身懒腰 工作呢 不容易啊 我真的很想跟他说 如果你只活在过去 咱俩没法拥有更好的未来 然后我说坐在那里 我就抱怨工资好少啊 我领导就说 呦 现在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份全职工作了 脱口秀不挣钱啊 还是脱口秀好 我每次去演出的时候 他们都关心我 你领导最近 没有找你麻烦吧 你这么好的员工 他都不知道珍惜 我真的不希望你们 因为脱口秀 吵架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是觉得我应该 在我最好的年纪结婚 就是我54岁的时候 退休的前一年 那一年我有工作 但是不用干活 有资产 但是不用还贷款 那个时候去相亲 我的要求应该非常明晰啊 年轻的 帅哥 对吧 那个时候我也会单刀直入 问他 有车吗 没有 太好了 有阿姨 你不用再努力了 谢谢小慧 谢谢小慧 通道的关闭时间 还有三秒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小慧 这个 我还是 也是频繁听到你的笑声啊 也没拍 就是 那个 就是很频繁 但是没有那个高潮 就少一个 那种聚嗨一点 对 就跟伟大爷感受一样 就是没顶上去 但是是 吃是好笑的 但是没有顶到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说这些合不合适 我其实不太擅长 当个别人面说 可能不爱听的 你看着我说 对 就是我的感觉是 他脚本写得非常好 然后表演就是 差一点意思 其实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 就经济神往上提一下 可能就爆掉了 但是就差那么一点 所以感觉挺可惜的 所以我一直在犹豫 其实 我觉得老罗是被 突卫赛预期拉高了 对 其实他这个脚本 表演难度有点大 他设计了两层逻辑在里边 又要演一个那种 谈恨爱的状态 然后又要说那些话 是吧 稍微有点难 但是 是对的 坚持下去 脱口就需要你 还有我特别喜欢 他结尾那块 就是 就那种让阿姨来 就那个 那个 我特别喜欢女的 就有那个气势 对 现在女权意思也在上升 但那块 他也是表演得有点瘦 对 就有点可惜 对 我想问小慧一个私人问题 就是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会特意打扮吗 就是有约会的心情吗 会 会 你是怕他们五个 突然一低头很失望 对不对 唱着唱着 穿这样就赶了 就是 我们脱口水大会 是没什么帅哥了 但是这个舞台 你可以 会让帅哥看到你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小慧最终的得票情况 之前是聊什么爱情 又没有经验 又聊结婚也没有经验 当时我就觉得 小慧有几个梗太难了 她有很多梗 有一点眼会 大家需要反应一下 让我们来看一下 小慧的排名情况 恭喜小慧 恭喜目前排名第二 恭喜 请坐 感觉我今天那个劲儿 还是得再 再使点劲儿 整个人的 劲儿没有上去 可能就没有 把观众带起来 小慧 就是她那个 文本难度太大了